这就是长春奥迪车比较多的原因 原种购 指导价48万多 落地裸车34 加保险过程税38万多 最高配的客户 45TFSI夸轴 20寸的轮圈 密歧迪的轮胎 轮胎的尺寸是 255 4520 轮圈的样式倒是挺不同的 毕竟还得给SQ5让路 昨天上的牌 跑了173公里 夜景仪表 但是奥迪的内饰 真的不行 不过这种木头的颜色还不错 这是你手机上的导航是吗 地图直接出来了 挺好 这样的话不用重心了 周围修路这些地方 它也都展示出来了 两个端口可以同步 就手机里边设置 无线插布雷就不错 现在不少车机都已经把无线插布雷掩折了 反正才跑100多公里 12.8升的燃油消耗量也不是很准 奥迪的内饰 还是那回事 我以前是开8代的A4 现在看这套内饰 其实也不觉得它很有科技感 但是配置肯定是要更高了 方向盘呢 还是有点细 而且就是这种皮质 其实作为一个顶配车型来说 一般 后视镜的话 电折 加热 这都不用说了 然后 BO的音响 到来 龍甲 十分钟 对 简单 有点 不够 这都不够 这么多 咁 这都不够 那是 这都是